臺北市文化區白省議員 曾經有經歷的第六次委會議開始 先宣讀社會議紀錄 第一 宣讀第九四次會議紀錄結論 同一被查 第二 報告案 案一 公認去南昌路與南海路 結入工程官員 開始地下城堂時後續處理原則報告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仲鴻討論後 並而出席委員同意如下 同意依捷運工程局所屬萬大線LG01 沙聯結構調查研究計畫面容在以後續 並請捷運工程局 吳瓦德側會現場樹立本案調查研究計畫制展示看板 以達教育推廣之目的 二 四情態報告書完成後 在宣讀委員會報告被查 並請捷運工程局展示規劃設計階段 邀請本委員會委員參與 任案小組會議審 三 審議案 案一 直轄市定古蹟市林審農工 知藍廟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本案因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請裁判法人台北市市林審農工 因計畫辦理後續修復及再利用事宜 按二 直轄市定古蹟 臺灣大學人地大校舍 政府主管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本案因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請國立臺灣大學一致大辦理後 續修復及再利用事宜 案三 大安區總督府農業試驗所 跟從部臺大副同管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指定總督府農業試驗所跟從部 臺大副同管委屈下施定古蹟 一 有關名稱準備位置和規定桌等 及登陸理由短視向其委員猜看會議紀錄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證法 以及旨意及廢止審查辦理後續事宜 案四 大安區國立台灣大學原卓越研究大樓 二 起興建工程及地挖掘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本案審查通過 發掘結束後 請一 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 並由出席委員致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一二一號建物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或指令古蹟不登陸歷史建築 後續請開發單位 已開發時令讀測會保存記錄 送文化局同意備查後解除列管 報告一 案有歷史建築 臺大醫院舊館錫止波路寺 韓錫防及煙囪距離工程計畫報告案 報警工件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條 母基胸部及載流汗法第8及第19條 辦理行刑 臺大醫院舊止 舊館錫止波路寺 韓錫防及煙囪於106年4月24日 公告登陸為本系歷史建築 公告詳入檢1 軍管單位為台灣大學醫學院負責醫院 將會公告內容如下1 保存範圍及保存方案 波爐市前後洞 韓系預防及煙囪全部保存 波爐市其防重組保存於原址東南側 煙囪重組於東南側 其他事項 煙囪和波爐市之間的地下 煙囪可能上存 且靠兩本基地地下可能上存清代建築以構 或未來撤擊地下開花工程 開花單位應先行事決 已確定是否流傳相關以構 並依文化資產保存無法相關規定的規範 第二 台大醫院瑋坡中脈建築師事務所 徐玉建築師事務所辦理 解體工程規劃 106年4月29日 台大醫院邀請委員裕副國 已拼蔡元良參堅拳擊 照困證招開工程計畫書審查會議 後續事務所依據審查案件修整 並於106年7月參與前述委員書面審查公務工作 三 有關本案保存原則如下 一 非定指示保留 二 保留婦如市結構系統 穩宜圖技術系統 高窗通風技術 直磚補護工法 三 重建室內情境 建設台大醫院醫療室博物館 四 復原婦如市歷史原貌 判理情形四 主管技術基礎及地下煙道試挖工程說明圖下 發掘範圍 主要發掘點為 顧如市外牆下方及八角住處基礎以及煙囪之 技下煙道水側範圍 並基地內力失敗落以及考證發掘位置 原則 須以受工組成挖掘 須挖掘至基礎可完整發現 煙道部分須挖掘了解有無基礎構建 因設計單位研判 如需增加挖掘出需配合辦理 以下為地極圖及都市計畫圖 那今天台灣大學出席做檢訪 禮拜 歷史建築台灣醫院舊管西子波爐市 涵洗衣房及煙囪解體工程計畫書 您請同意廢查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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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次委員的意見 我們去做了一些證據的一些 事用 從委員看 那主要件的特色 我想 就是 當時 我們想做的大陸上 就是 那 我們 當然目前就有一些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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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這個位置在這裡 就是目前為了 那 下 我們 做好一些 分割以後 買別人的 解開 以後 大概 就是說 主要的 那個 拆解完的一些 構建 我們會 暫存在這個位置 我們 我們 計畫 補充就是這張照片 這個 之前應該是 一切武器 一切武器的照片 那麼 現況呢 是這個 這個 我們 這樣是一個 天窗的 平底的狀況 那麼 由於這張照片 這個協物器 已經 存在了 而且也沒有任何的施工處 所以我們未來 這個 修復完 會用這種 有天窗的 煙光效果的 這種 做為 規築的 校長 教授 用凡 工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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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拆解以後再重新 這個基礎的保證重點 這個基礎是一個專家的基礎 這是中央部份的RC結構的基礎 這是另外一種專家的形式 這是以這種形式的 這種基礎加上會拆解網上再來 重組作為展示 那目前根據委員的意見 就是我們要把小塊的現況的圖 都加以增補 目前實在讓委員意見 我們把地面、底面、風險 轉到顯化圖的增補出來 那麼現在我們參見基礎挖掘的狀況如下 目前在這幾個基礎為觀 這個是煙囪 這是我們主體建築 在煙囪跟主體建築中間的這一塊區域 我們已經做了手工的挖掘 我們挖掘出來的狀況就是像這樣 那麼這個上面的這一個煙道 是後期所做的 那麼我們在這個地方 發現出來的狀況 目前下面的狀況是像這樣 往下挖大概有1.5米的深度 那中間的柱子往下挖的話 根據我們原來的推測差不多 就是一個放腳的一個基礎 目前是像這樣 那麼所以 因此我們這個重組以後 我們建物的銜接方式 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連續幣的部分 就是新建的連續幣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重組來 在這個位置 可能它有一部分是在重疊 就是在它的地下室的 有一部分是重疊 有一部分在這個銀区幣的外側 那麼 那麼 這個就是它的狀況 這個就是新大樓在這邊 平常是在這裡 銀区幣的這個位置 那我們這裏 目前呢 我們這邊還會做一個 地狀 銀区幣的發起基礎在這裡 來讓它支撐起來 來 好 那麼這是 我們將來 跟新大樓之間共一共的狀況 就是它的配置的位置 來 那麼 我們現在分割的解體的原則 這個外牆分割計畫 大家是以 儘量是大片的牆保留為主 有建築特色的轉角的位置 都不被分割 就是會完成保留 所以有開口部的部分 完成保留 來 那麼這個是烏突的外牆分割的計畫 來 那各的 這個 它載重是非常大的 這個載重加起來都會到達 50噸到70噸之間 就是每一個Piece 你看 柱的分割計畫 像這樣 來 那麼 剛夠 就是我們要分割以後呢 裡面的柱子跟梁 我們都做交錯的切割的方式 看到我們的意見 來這樣處理 這個 只是看過這樣的 來 那麼 麗麵的分割呢 就是 剛剛所報告的 就是 以這個案例來看 就是它的 完整的理P 完整的開口部 我們都保留 就是這麼大的Piece 這個目前所保留的量 其實最大 最完整 而且 重量 雖然是50到70噸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克服這個 來 這個是各個裡面的分割 分割完以後 我們會用鋼結構加固 來 來 來 然後做一些保護的措施 那麼 煙囪的計畫呢 我們會做一些切割 切割完以後 單獨暫存在其中的區域 然後我們再回來重新 來 來 那這煙囪 煙囪的部分 要加固的方式 像這樣 來 那麼這個是 門窗 開口部的部分 切割工法已經加固的 圖面 來 那暫存區就是 在暫存區先做一個 加固的鋼結構 然後把這個Piece套進去 它就很穩定 就形成一個整體的構造 這樣 這暫存區的位置 像這樣 是 來 好 好 那 我們 縫合回來的時候 就是 每個Piece中間 我們在 這個 形鋼的方式 然後加強 然後中間做紙巾的補強 把這樣 那中間有一些縫隙有損壞到的 用 拆解完的 舊的鑽頭 來縫合這個表 讓它 變成一支 那這個 縫合以後的狀況 這個下面有個 RC的地量 跟下面的 那個構造機 縫口 那 空空的機費 大概4500萬 好 那請問委員 指正記 好 謝謝 我來 是不是在看護靈的 視角 好 來 請 好 那個 這個案子多審查 比如他看待人 看一下 大概有兩點在修正 修正一下 第一個 大概在上面 有提到 地下 是 四個話題話 在第四面 那 因為 標題是 含著 地下 煙島 剛剛有看到 加上第三頁 有個 公告的 其他事項 也是在 地下煙島 所以 一般過來 一月十二月 是三十四 就是說 幾乎 所以 應該把它 再加上 地下煙島 所以 那 因為現在 我看了一下 跟你們相關的資料 說 已經在六月 已經有發報 是一項 今天看來 今天也挖到 所以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衡衝 你挖到的 還說 你第一個 當在這個計劃書 你當要有 挖地計劃 一代為大 那自己的結果 是另外在 在送來的兩項 第二項 你不會在這裡挖地 挖地 因為 當地 我們也有 在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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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在社交公司的報告 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三項 就是 剛剛報告出的第三項 公告表 我記得 大概前幾次 我提過 那個 登陸旅遊裡面的 第二項 第二項 叫做 高窗自然空空的 冷房企業 那 那上次的 那 我們大概 我提過 現在看來 在報告出的 第 應該 大概 atsing 二十四項 大概 就把 那個 那個 就做 冷房 技術 冷房這個事情 這樣 當我提指的意思 就是 在醫健組裡面 高窗自然通通 是一個被動性的 效果 那跟冷房的方式冷氣 只有去公司教育 所以我建議把它刪掉 但看來24頁的這個大概有刪掉 但是這樣要回來到我們局裡面 就是第二頁的登錄裡面 這個第二頁是不是要再修復一下 再聊一聊 主席各位委員長 兩個建議 第一個是解體過程當中的工作保護書請整理 第二個是剛看到的那個是布魯士的縫合的計畫 那煙囪的縫合計畫因為涉及到高層的部分 那個部分後續請補充 大概兩個建議 好 大家要不要再一件回憶 謝謝 謝謝委員長 我們會把余教授的地下基礎 地下影片到中等 就是再補上來 然後另外就是發掘的紀錄報告也會補送 另外張教授講的那個解體工作報告書 我們會補上 另外一個煙囪的縫合計畫 我們後續才會補充上來 那麼至於那個 那個比較說提到那個通告的指定里 那個部分 那個就是是不是說請那個區裡面 另外再做一些修正這樣子 謝謝 謝謝 我想出現台發根據今天委員的指教 對一些修正 那麼剛剛 提到的這個指定理由 然後去區裡面 處理業分之商的一個指定 然後我們下一次法案 十一會之前 然後我們來 十一會之前 我們來提醒這個非法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們下一位 來 E1 歷史劍途須山雅雅所所長宿舍 並且有法定制第一號及面積變更審查案 沈爺一 歷史劍途須山雅所所長宿舍 定主土地地號及面積變更審查案 依據文字法第十八條 第十建築 退職 審查及公主辦法辦理 辦理情形一 順項兩所順項出社位於本市南港區 會議第六四帝號 土地及建物所有全屬國有 全管單位為行政院衛生署送鄉病院 後改制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送鄉病院 諸之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宿宅區 本局以九十五年十二月七日公告登入為歷史建築 建築及其定住土地 地號及面積 建物作物土地為南港區域成段四小段二十六地號 建物為頭小段一九六三建號 公告詳附建一 第三至十頁 本局為歷史建築至修復法 存化再定用事需要 申請補償上街國有土地及建物 業經行政院一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同意遵於辦理 公告含請參附建二 第十一至十二頁 區管單位並更為本局 課政由本局辦理修復工程規劃設計及再定用的OT計畫 本局三 依現換本歷史建築 除坐落南港區域成段四小段二十六地號 及西南市的斜角 異坐落於私有土地 地號為童小段二十六七地號 地形地形圖及所有權的資料 像附件是第十五至十七頁 未利於後續 歷史建築管理與物及戰略的規劃 已將前向私有土地 地號大多歷史建築所定住的土地範圍內 地形地形圖 藍色部分為九十五年 藍色匡列的範圍為九十五年 公告之範圍 紅色則是可置 欲新增之地號 請各委員參佐 指為該地號航照圖及位置 目前土地現況資料 紅色線框列的地號 管理單位現階段為臺北市政府文化區 土地面積為七百十八平方公尺 歷史建築的管理單位 建物本身 管理單位為臺北市政府文化區 建物面積一百九十六點五十四平方公尺 屬木造之宿舍 一層樓高 本次省議案 預納路斯第一號為二六七第一號 為藍色匡列的部分 土地採權 共四十四位私有地圖 土地面積共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請各委員參佐 而剛在報告中所指出建物斜角 座落於私有土地的位置 看土地這個 圖的紅 黃色圈框墊的部分 為佔有的地方 此為二六七第一號 現狂的照片 這是目前二六七第一號 地上的狀況 此為 所謂兩所所謂宿舍 建物佔 佔據私有土地的位置 此為一個斜角處 擬辦一 您請同意 變更 本市地質建築 所要兩所所謂宿舍 訂出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一 變更地質建築及其所定爐 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原九十五年十二月七日公告 歷史建築所定住土地之地號及面積為 南港區 玉城段 四小段 二六六地號 變更為 南港區 玉城段 四小段 二六六 二六七地號等兩筆土地 變更理由及其法 法令依據 一 變更理由 增加歷史建築 地主土地之完整性 即利於後續管理 戶籍 佔用 法令依據 一 文治法 第十八條 歷史建築 登陸被子 審查及補助 管法 第四條 禮拜二 本案提醒 委員會審議 並依審議 決議 辦理後續變更 公告示宜 是不是有獨立所有權利 要多辦理 也有區公所的代表人 還有禮拜公所 要多辦理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請委員審議 是不是同意我們的禮拜一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同意我們的禮拜一見 謝謝 我們在一個 會 開它的禮拜 我們是藉口 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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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紀錄 我們在古今 對 我們在古今 對 我們在古今 對 我們在古今 紀錄 我們在古今 有沒有其他的 審議意見 沒有話 我們趁禮拜一見 同步 謝謝 審議案2 案有面天品食物群 及周邊地區自然人文警官考古學調查研究室 考古發掘計畫審查案 好 審議案2 面天品食物群及周邊地區自然人文警官考古學調查研究室考古發掘計畫審查案 那本案是依據文治法第五十一及五十九 以及考古離職發掘事 成格條件審查案法辦 那本案的辦理情形為 先進行周邊 漢老師於2月17日韓宋本案的頭部譯AH申請書 向本局anst Kay Authority 辦理第二次審查 那田老師在3月28日 韓宋修正後製計畫書至本局 然後由委員協助辦理書面審查 但委員對於計畫書內的內容尚有疑義 故後續由本局邀請委員 文資局及相關單位聯商離親 那陽管處也在5月19日 韓請文後部文資局就本案的移植發局 申請是否補合文資法規定次事 那文資局在6月5日韓部 由該考古移植的主管機關審議集合定 那田老師後續在6月8日 韓宋修正後製計畫書至本局 那本局也在7月19日請委員召開庫審會議 那本市的結論為依委員之意見 進行計畫補充及說明 並依文資法規定受文資審議會審議 那另外本案因為移植範圍跨新北市及台北市 所以新北市的部分已經在106年第二次新北市政府 考古移植審議會中決議修正後通過 那你辦一本案你請同意通過面天平食物權及周邊地區自然人文景觀考古學調查研究計畫的考古發學計畫 已辦二本案提請本委員會審議並一審議決議辦以後續 選管單位的代表要請你發言 感謝 先補充說明 各位大家好 其實聶天平食物權雖然目前不具文實身分不錯 歡迎初衛了解他人文發展的背景 在之前也做一些努力 因為調查的結果其實這樣也是很完整 所以我們在去年特別也聘請了專家學者 然後成立經學委員會 針對這個案子讓他可以增加周圓的工作項目來進行確認 那經公開請選有瓜董學會來承辦這個案子 其中計畫主持人就是今天本來的申請的研博士 那這個案子其實是相當的單純 可是他卻很有意義 因為他可以針對這些人文背景的一個瞭解 那也可以作為環境教育配合的素材 那其實發覺工作只是我們整個補充案裡面的其中一個項目 那我們是依照文資法有據資格的研博士 來提出發覺計畫的申請 所以也請各位委員來支持跟協助 這樣有意義的案子上報告 謝謝 我們現在請委員的審議 局長那個嚴博士要問 嚴博士請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我現在就針對那個報復申請出做一個很簡單的說明 那本案是依據文資法的51條由我本人嚴密進行提出申請 然後相關的辦法就是一直發覺資格條件第四條跟其他的附件請委員參考 那上次的意見 委員意見裡面在申請書裡面也做了說明 包括就是3D掃描跟這個計畫的一個原由 然後也做了一些回應 然後請委員參考 然後一些錯誤這個部分也已經訂做修訂 然後請委員參考 這邊就不一一說明 簡單說明這個計畫的緣起 其實早在1987年的時候 陳仲昱先生還有到1998年的時候 劉毅常先生其實已經做過研究 可是針對研究的內涵裡面 其實還有諸多的問題需要去釐清 然後這次研究計畫裡面其實項目非常多 那這次是針對考古視覺的部分提出申請 然後本這個計畫除了希望能夠透過研究資料 去充斥之前的研究成果之外 也希望能夠提供後續的一個解說版的一個參考 那整個計畫是到今天的年齡為主 計畫的內容主要是針對第四項考古視覺 跟以及清理跟測試的部分去做說明 那之前的研究室其實針對幾個議題關於年代與遺址 其實都有一些出過的研究成果 可是也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這邊大略來講就是從史前的部分 可以發現從早前的圓山植物園到 史山洋文化也有到歷史時期 那關於這個色的是大屯色或是跟 陳作宇先生認為的大屯色或是 劉昌老師認為的北投色或是龜柔色比較相關 這其實也是在研究的內容裡面 那其他關於食物建築形式的兩個老師也有不同的意見 他有遺址屬性跟生活資源等等 其實都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那這個計畫我們針對目前的調查的話 針對九處食屋其實有一些新的發現 所以這個計畫除了在之前兩位老師的一個研究成果外 其實也補測會了我們新發現的一些遺跡現象 那周遭除了麵天品食屋群以外 其實我們更擴大發掘其他的一個部分 那發現從麵天品食屋的一個周遭 其實北側有一些博侃 那南側有一些食屋 那也可以解決這些人群的一個路徑的跟相關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針對歷史文獻跟古畢圖的分析 那這邊不一一說明至少就是從17世紀以來 其實整群跟大屯山品屋族的一個關係到漢人的一個生活無況內涵 其實是息息相關 那初步研究成果出了史前的部分就是歷史時期的一個階段 這邊不說 不在一說明 那這次的一個十個探坑裡面包括四五六七探坑跟九 其實是在我們這次的一個發掘的一個台北市的一個轄區 就是台北市北投區 因此跟台北市的就是委託委員提出申請 那新北市的其他探坑 其實我們已經通過發掘申請出的一個許可 那這邊做說明一下 那整個探坑預計的一個位置 如這個這張圖所述 那以歷史坑來講就是之前的一個探坑位置 跟我們現在劃設可能會出土遺物 跟可能出現有新的遺跡的一個位置 那這是四號探坑 這是五號食物的部分 然後之前沒有做過視覺 然後我們這次選擇是希望能夠再理解 可能是廚房的一個位置 希望可以了解比較多出土遺物 因為這些食物之前並沒有發現較多的一個 出土遺物能夠確認它的一個年代 所以希望能夠透過這次的發掘能夠確認 那這是七號食物的位置 也是在之前研究基礎之上去選擇新的一個部分 那這次七號探坑最近的前陣子的土石流 其實已經相當毀壞了這個食物的一個部分結構 那也是我們認為這個研究計畫希望擊破進行的一個原因 希望能夠去做後續的一個維護的一個部分 那這是TP9探坑 這是馬接後代其實有使用到這個食物 那我們這次也希望能夠透過視覺去確定它一個相關的一個內涵 那我們發掘程序跟辦法就除了歷史文件以外 也透過地表調查跟考古視覺的一個部分 那考古視覺的部分去採取考古學的一個方法去進行 然後希望能夠完成面天品遺址的一個食物年代遺跡 還有遺物的一個調查工作 那後續的其他工作包括3D社會跟其他相關遺跡遺物的一個 數位化的一個工作也是在整個大的計畫的一個內涵裡面 然後希望中國以上的研究成果 提出後續的一個文化資產保存跟維護管理的一個建議 那我們時程規劃希望能夠調整到就是整個計畫的一個結束時程裡面 可以完成整個發掘期限跟經費的一個來源 也是由養管處委託的一個計畫經費去做支用 那其他一個文物遺物的一個出土遺物的保管、維護計畫 是後續暫時運輪延古文化有限公司的一個暫存的一個機構 那後續還是希望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出一個永久性的一個遺物的一個保存的一個場所 那這是經費分析表 那這是我本人的一個相關資料請委員參考 那這是土地發掘的同意書跟使用的一個土地同意書 然後跟出土遺物的維護場所的一個內容 那我的報告簡約到此 謝謝委員 好 針對本計畫是謝委員 好 如果我也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同意本案的禮拜計畫 審議案3 案由日清調理小學新建構成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選查案 提起審議 案有日清國民小學新建構成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資料規定選查案提起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案已情形1 本局以101年6月12日公告登錄日清國民小學 原日新工学校红楼为本市历史建筑 通报资料降于附建1 第2至5页 历史建筑所定着土地为大同区圆环段三小段269地号 阴暗间日新国民小学望台楼教室新建工程基地位于大同区圆环段三小段269地号 与历史建筑日新国民小学原日新工学校红楼属于同一街坡且相同地号 基地位置降附建2 第6页 故本新建工程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 四条规定提送本委员会审议 办理前提3 上街新建工程都市设计准则页 提送106年7月6日本市都市设计及土地使用开发许可审议委员会审议 原则修正后通过 另一会议决议本案先请文字审议后 再配合审议结果提送莫去都审第二阶段建筑物师之审查 4 设计单位林志中建筑师事务所于106年7月12日提送新建工程述途过局 本局于106年7月31日邀请民副国委员蔡元良委员及王惠俊委员 召开日新国民小学望台楼教室新建工程涉及文资法第34条规定 提送本次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审议会议介入详布建5第10到11页 这是本次基地的范围左侧为红龙的部分 那右侧红色虚线是这次的新建位置范围 你办本案请提案单位针对106年7月31日审查意见提出回应及收证方案后 提起本委员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 我们请建筑师事所帮我们说明 各位委员 大家好 我是设计单位林志中建筑师事务所 那我们就自行模小方台楼教室训练公子 然后这个案子 来跟我们做一些报告 那 我大概简单解释一下资新的 资新其实是民国六年创校到今年刚好十一百年 那就是从这个民国六年开始 那红龙原则上主要的日清年来的 是一个合宴式的一个建筑 那大部分的建筑物在65年到80年之间 大部分被拆除这样子 那唯一留下来的就是红龙 那红龙在99年旺台文化基金会 投入职业整修之后 101年申请内容的历史建议 那这是我们填乃比较早期的 一些红龙的变迁联合 这是红龙的位置 这是在1945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以空照图片看得到 就是彭乃公学校 还有日清公学校跟建成小学校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跟合宴的这部分的关系 那这一章其实是比较清楚 去就是陈述这个日清这个学校本身的 一些历史建筑部分 那最早是从南京西路这一侧 从1919年开始 那分次分年到1932年 就是整个的这个建筑 整个是盖完这样子 就是基本上 这是一个自新的这个 连来的学校这一部分 那可惜其实就是说 刚刚讲的就是从 从民国65年到民国80年 这三栋大概都被拆除 那就剩下红龙的这一部分 那这是红龙比较早的这部分的照片 就是1933年 这是超厂册的一个照片 那这是太原路册的一个照片 那这个也一样 这是1933年 这是超厂册的这部分照片 那这是红龙目前的现况 就是包括这个利用是太原路 这是南京西路 这是承德路 那超厂册的部分 这个是属于超厂册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超厂册的部分 那这个是太原路册的两个部分 这样子 那跟外部的关系大概从超厂这边看 大概太原路这边的一个关系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红龙的相对的一个位置 现在目前保存 连用意见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是地面的部分 那这个是一个单元的这一部分 就是红龙本身目前的一个单元的一个 一个细部的图 包括它是一个双边走廊 那就是一个拱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相对的关系 那这一次 新建的建筑物其实是跟红龙其实是 刚好是合的超厂 一个是在学校的东边 东南角 那整个红龙其实是在学校的 林泰雲侧的西边的这一部分 这一张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到 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些大概都是 我刚刚讲的 六十五年到八十年改建的一些 一些教室的部分 这个活动中心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的这个 新建位置是在这个南京西湖跟成德路口 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是我们在 在做准则的时候的一些 故事尺度跟红龙的建筑物的一个 普遍的关系 那这个是结果尺度的建筑物的一个关系 那这是红龙 那这个是 湘宁周边 那红龙跟这个 新建 林新建的一个建筑物的相对量的关系 那在这案子上面 最主要其实我想我们原来在做设计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最主要的资产 其实这个学校里 最主要的资产就是红龙 所以我们希望在整个的案子 在做的这部分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去延续 红龙的这部分的一个建筑的领会 那所以 所以原则上 在整个的一个基座 二楼的这部分的一个基座这部分 那就是延续 其实是整个的这个 红龙的这部分的领会 那三楼以上 因为是比较新的建筑物 那三楼以上我们就 原则上是希望用比较轻的 锅里面的东西 跟少量的金属这部分 来做一个现代 比较稍微现代的这部分的一个 领会这部分的一个元性 所以在这个案子本身 其实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原则上基座的部分 我们可能我们原则上主要材料 会是用清水砖片 跟这个洗石子 来做这部分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材料 这部分的应用 那椅会方面 其实会参考这个 原则红龙的这个拱形 这部分的一个 椅会跟尺度 来做这部分 那这个是 这个是原则红龙的 这部分的一个大门的部分 那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 在揭角的部分 那就是 原则上 因为未来可能 部分的学校 有一些办法 揮工部分的一个 社区的就是 的使用 所以会有一个 次要的一个资入口 是在靠近这个 整个路上面 那这个椅会 我们就是延期 红龙原来的入口 这部分的椅会 来做这部分的一个调整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整个的一个 主要的背的一个 相对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是 原则上是 红龙的部分的关系 那这一部分 其实是我们这一次 那红龙的 柱矩跟拱的这些部分的 宽度 它有两 因为它分期分阶段 不同连概 所以它有好几个不同的尺寸 它大概有一个是1米7的宽的 还有一个是1米84的 那我们在这案子里面 我们是采取1米7宽的一个 这个垮距的这一部分的一个 拱的这一部分 来做整个 基座这一部分的一个移会 那高度方面 原则上是跟 目前的红龙 是一样的一个高度 这是一个相对的 相对的一个 普遍的关系 就是 就是原则上 是基座1二楼 就是跟红楼的这一部分 其实是 是比较接近 那这个是 一个单一拱的部分的一个裹面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细部 就是我们这拱之外 其实它有一个 这个地方的打砖 那还有一个洗石子这一部分 原则上我们 在这里也会沿用这一部分 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些 小的滑龜的这一部分 因为现在的滑龜有一个紧急进口的这一部分 所以有一两 有有几个空间 每十米 会有一个稍微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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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低的这一部分 一个紧急进口这一部分 那这个是靠 操场测有狼的这一部分 相对这一部分的关系 那原则上 上次在审列的时候 老师们对这个材料 洗石子的颜色这一部分 有一些意见 那我们后来 确认了几个事情 就是说 在红楼本身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存在的现况 就是 基座的这一部分 一楼的部分 洗石子是灰色的部分 那上面 跟上面的这一部分 是敏色的部分 所以可能在这一次 我们的案子的一个 二楼以上 原则上会是 会是比较偏敏色的 那一楼还是会延续 红楼的这个 浅灰色的这一部分 一个洗石子的一个 一个基座这一部分 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样 就是比较大的这一部分的一个 孔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尺度 这个是磚的部分 磚的部分 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原则上 会以清水磚本身 一块磚可能会裁成三片 那会以清水磚片 来做这一部分的一个磚的 一个密贴清水磚片这样子 来做它的表面的材料 那在上面的部分 主要其实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一楼的部分的基座 一二楼部分的基座 是延续的这个磚额 就是清水磚片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 上一次其实委员对颜色上面 因为我们上次提出来的颜色 上面的金属的里板的颜色 也是磚红色 那委员觉得这个磚红色的部分 有一点点太沉重 那就是 可是因为当天有委员希望说 是不是敏色或是灰色 那我们这一次其实有把 这个颜色去做一些调整 那后来我们考量 整个学校的这个颜色的色彩的这部分 我们后来是 是采用就是说 敏色的这个上面的一个金属的这部分 是以颜色这部分为基础 上面是比较偏向一个比较轻量的 比较量的这部分 那其他的上面是一个玻璃面的情况 那有一些格杂的一个木屏的 这部分的一个格杂的部分 那这个 这个是超厂测的一个地面的相对的关系 上面比较倾向是一个比较轻量的 构造的一个材料 那这个是一个鸟看图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我们的红楼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对面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原则上基础的这部分 其实是 是延细的这个红楼的这部分 就是两个楼层的部分 那因为学校大部分的 其他的建筑物 都是颜色的部分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部分 也是一个以米色这部分 来是延细的这部分的一个 一个材料的一个考量 让它整个效应的这个整体的风貌 比较接近 那这个是我们从红楼的上观 这一栋是红楼 那看过去 从超上面看过来的这部分 这是基础的部分 这是上面的部分 那屋顶 屋顶其实是有四排的 这个太阳门板的这部分 来当作未来基石 街角的一些 夜间照明的一些使用 那这一张主要是从 南京西路跟泰路的这个角落 其实看过去 看到这个房子的这部分 那原则上我们希望 其实这个地方 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 最主要其实是 这个街角有三颗 比较大的这个龙树 大概将近三层楼到四层楼 那我们希望其实这个主动线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人可以跟这个 食灾的这些部分 发生比较多的互动 那同时它在这个都市的街角 我们希望它在晚上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夜间照明 让它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 去刚刚讲的 就是用它的这部分的一个 太阳门板的部分 来做这部分的夜间照明的一个使用 那这个是我们就是各个不同的意面 包括从这个陈德路 陈德路测的一个意面的相对这部分的关系 那这个是从操场测的这部分 那这个是从这个南京西部测的部分 那这个是从这个佛龙中心 它跟佛龙中心 基本上相隔大概是三米左右 是从佛龙中心测的部分 那这边比较都是服务性的空间 厕所啊 主要的空间都是在这一厕这样 那这个是透视 这个是我们刚刚看 就是从南京西部测的一个角度去看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有一排树 就是其道树的部分 那边我们学校里面有三个比较大的一个龙树的部分 那这个是从操场测来看 这个是智翔楼 这是佛龙中心 那原则上从操场测看 整个的一个建筑相对的关系 那这个是从地面整个部分 就是从街道的角落的部分 那原则上我们会把这个街道的这个空门的围墙 这部份的围墙稍微去促 就是围墙会从这个 从这个旧建筑的这一部 因为原来这个地方有围墙围起来 那原则上我们围墙会 会从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会把它做一个 揭角的这部广场 那以上是 我想就是主要是对这个案子 本身的一个相对这部份的一个报导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是不是日清拐校长有要服务的地方 怎么样 好 那我们就提醒委员沈一 所以三位沈沈的老师先要大家看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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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ее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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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一下 那個我同時回到幾個問題好了 在大概上個月有都市設計審議 那都市設計審議的決議第二點 我一定要給主席跟各委員聽一下 這裡說決議的第二點 請考量本案屬公共工程 盡可能再增加和結合社區活動之地面層圍畫氛圍 我想這句話就是米老師剛才在問設計單位的這個議題 當時在考慮的是樹 路 以及校區 就是這一邊的開放性 所以等一下請這個議論士會議的時候 就這一點再琢磨 好 以上 還有其他委員的答案 我的那個提問就是回到剛剛那一張舊的日本時代的配置圖 那我的意見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我對這個房子其實沒多大意見 就是那個形式的部分 但是從基地的歷史文理來看 那個舊的那一張 剛剛有簡報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的那一張 好 就這樣 左邊的那一張 那我提的是一個疑惑 就是其實從舊的基地文理來看 東南郊這一側其實跟東側其實是一個整個校區裡面相對 跟那個外國連接其實比較空的地方 因為它是背面 那個時候都市的背面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空的 那後期增加活動中心的時候 左右兩邊其實還是一個比較低矮的部分 那我的疑惑就是 因為其實少舊化的趨勢其實非常明顯 那從學校的角度來看 在這個地方 就是拆掉這一個角 包括原來的這個東南郊的這個部分拆掉 然後再蓋一棟大樓 把整個校區再進行 整個都圍避起來 這個動作我剛剛看的時候就覺得其實應該是有討論的空間 剛剛兩位委員其實有提出來的 那我的意見是如果這一側跟歷史之間有一些連接的話 我們在新的設計上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回應 那也連接了剛剛那個委員的意見 那也連接了剛剛那個委員的意見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委員要不要緊 好 那我們先接著我們做委員 好 已經留在這一張 其實這個 這一張的配置我們大家可以很清楚 就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原來的這個學校最早的部分 是從這一棟 這一棟是最早的部分 所以原來的出入口是在這個地方 那後來學校的大門改到太陽路這一部分 那現在紅樓 其實以紅樓為主的一個主要的出入口 因為紅樓現在是日新最重要的一個象徵 因為日新現在唯一留下來的大概就是紅樓 所以現在主要的出入口 學校主要的出入口 都是從這個太陽路這一側 那這一側我剛剛講就是在民國六四年改建 其實他大概就是那時候因為在推九年國賓教育 所以那時候積極的這個在校舍 所以這一些大概都被這些都被拆掉了 這一棟這些都被拆掉了 那在這個corner目前的現況 其實是一個大概就是廁所店 因為他其實在這個都市裡面是重要的一個corner 可是目前其實對學校來講 就是廁所電梯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的所謂的這個自然教室 其實他是唯一起來的一個自然教室 大概都是在這個corner 所以其實日新主要現在的紅樓是在這個corner 就是主要還是以紅樓為重心 因為所有現在的行政系統 所有現在的行政系統都在紅樓 那主要教室是在這兩側這樣 那這個corner目前其實是沒有 是一個是比較是在都市裡面是重要的角落 可是在學校裡面是邊緣的這個角落 好 我們回到剛剛那個平面的部分 一樓平面 所以 對不起 你先幫我看一下剛剛那個肌力位置 OK 好 有信放 再回去 再回去 OK 好 再回去 其實我們大概這一樓可以看得到嗎 其實這個corner其實目前的現況 其實就是一個教室 那其實這一段 這一段其實現在都是算是叫日新的自然教室 那其實基本上這邊大概會有鐵門關起來這樣子 那這一段其實是它的服務空間 那所有的廁所 電梯大概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角落是微小木檢圍起來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在日新裡面其實是一個算是比較 目前是邊純的部分這樣子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回憶一下米老師的意見 原則上在這棟大樓裡面 這個是喉嚨中心 這個是64點蓋的這個教室大樓 那原則上它基地抬高一公尺左右 那這個大概抬高差不多30公尺左右 那原則上我們希望這棟跟這三棟在一樓二樓可以連在一起 這是一樓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因為它基地現況的抬高 因為它原來的無障礙是在這一段 那我們現在無障礙可能會把它拉到這一段 那用無障礙的部分來接這部分的空間 那一樓的部分大概一樓跟二樓 它的廊道就是完全是貫穿 可是因為一樓我們這個地方沒有辦法 我們這個地方就只能用樓梯來聯繫這部分 那另外一個剛剛理事長在講 原則上其實我們原則上就是在這個案子本身 如果學校未來其實有一部分是開放 因為教育局有一些這個校園開放使用這部分的一個辦法 那這個地方如果學校有一部分其實是要開放給社區 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規範去申請的話 要開放給社區 聯則上可能就主要的一個出口是在這個地方 那可能管制 因為學校其實還有一個就是校園安全的這部分 就是如果使用是在上面的部分 管制可能就是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樓梯 因為我們地下室是游泳池 這個樓梯是下地下室 因為主要的學校的動線會是以 一般在使用的時候會是以這兩個樓梯為主 那這個是下地下室游泳池的部分 那這個是主要的樓梯 那這個部分當然平常也可以用 可是它如果用管制的時候 其實原則上它就是上面的 就是使用的一個動線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其實大概就這三棵樹 那這棵樹剛好是在這個四路口的這部分的一個大門上面 所以可能連則上可能要從邊邊的這部分進來 那進來之後可能就是有一個比較 就是一個這個就是南京的這部分一個空間這樣 那這個是以上大概回應剛剛各位老師的一個疑問 好 各位有沒有進一步的指教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就按照我們一般意見通過 然後也參求各位也做第二天修正 謝謝 各位好 謝謝各位 政府員報告 因為我們進行的時間已經表明快了20分鐘 大概因為我們下一個案子是原來定時一點 那提早10分鐘沒關係 可不可以就先休息10分鐘 10點50再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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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